是我的寶寶 曹音播照 對 然後其實我消息一起公布 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剛交往 被拍到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比較不算是藝人 雖然他也有在上節目 因為他是牙醫師 所以他會上一些醫療類的節目 但那時候我們剛被拍到的時候 他就是有被記者問了一波 然後他的家人也有覺得說 好像有點壓力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一交往就被人家問說 你什麼時候結婚 所以那時候我們後面決定 要登記以後 就只有找了我妹 然後還有他的家人 就幾個家人一起去陪我們登記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消息講出去 其實我們已經登記一年了 那這次曝光是因為懷孕 對 就想說同時跟大家講 這一張看起來好幸福喔 這種演不出來 這種是真的幸福才能夠 真的幸福 就是想說一起把好消息告訴大家 是 對 但妹妹比較辛苦 因為他被我幫忙瞞了很久 就因為畢竟我們兩個 都在演藝圈 然後因為我姐 他跟他的那時候的男朋友 就是現在老公了 對 就是因為交往也是 那時候好像也已經交往了 一年多嗎 還是多少 不只啦 兩年多了 反正就是我只要在任何地方 都會被逼一逼問 人家看到我就問說 你姐他們什麼時候要結婚 就會講這些東西 我想說我也不知道 其實他們已經結了 對 他還要幫我瞞消息 妹妹呢 妹妹會不會 我親心 我都跟他說 妳再不生 妳要生不出來囉 我都會恐嚇他 他們那時候的壓力就變得很大 那有的時候我就會 不小心被他的壓力 找到颱風尾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 是住一個士林的小套房 才五坪吧 然後那個小套房裡面 就只有床跟書桌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小廁所 所以回去我們永遠都是大眼瞪小眼 他在床上 我就是在書桌的椅子那邊 然後就只能 只有一張 一張雙人床 一張雙人床 兩年幾歲 而且還是沙發的那種 折疊雙人床 因為休息的空間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那時候我就工作很忙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每次回到家 看到我就被躺著 一開門 妹妹就是躺在床上 那邊看電視 所以我 那時候就是 有時候就是會壓力大到 我就會說 你怎麼還躺在這兒 你就是每天廢在那邊 像個廢人一樣 怎麼 就會開始講 你講這話 你不知道他的心裡 我想躺在這邊 我也不想躺在這邊 我想拍電影 我還想雞馬獎 他就真的沒事 他也只能躺在那兒 就真的 沒事 要不然我要幹嘛 而且 已經大概九點十點了 我到底還要去哪 我到底 都是自己要花錢 因為我都是可能早上八點 九點就出門 開始宣傳工作一整天 回到家的時候 可能十點 十一點 看到我躺在那 要不然在那 對 也是 其實也很委屈 被這樣講 那時候真的就覺得 所以那時候感情很不好 很容易吵架 而且我姐她那時候 因為她真的 可能她太忙了 所以她就覺得很多事情 是我理所應當的 去要幫她做 因為她在家時間多 對 譬如應該要幫她做什麼 就平常可能要幫她買飯 或者就是我可能 跟我男朋友 就是我們可能出去逛街 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那時候我跟我男朋友 我們兩個 我們在西門町在逛街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差不多 可能已經八點多九點了 我姐她忽然一通電話 就打給我 說她要被斷話了 因為她沒有繳電話費 對 她要被斷話了 她叫我現在立刻去 幫她繳電話費 但因為那時候西門町 我也不熟 然後她跟我又不是 同一個電信公司 我就開始想說 那就幫她找 然後我找到了 就發現 她那家電信公司 已經你知道 那個鐵門半拉囉 就等於已經下班了 雖然裡面還亮亮 那鐵門半拉 我就跟她講說 怎麼辦 我到了 但是鐵門已經 他們已經差不多關門了這樣子 我姐就開始大罵我 妳現在就給我進去 衝進去 妳衝進去腳 可以腳 對 我說不行啦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 人家就下班了 妳再進去 她也很為難 但我姐就會覺得說 既然她沒有整個拉下去 那妳就要進去 我覺得妳有衝 有機會妳衝衝看 結果我就不衝 她就大罵我 我就會覺得 我怎麼那麼可憐 一不高興 她可不管環境是什麼 她該鬧她就鬧 所以她常常用發脾氣 來讓父母親去妥協 所以久了久了 她也知道 原來我生氣 我就可以從父母親那邊 得到一些東西 那再來之後 她的個性就會變成了 脾氣越來越壞 然後完全以自我為中心 在家裡面 對家人遺旨氣死 尤其她很不懂得尊重 掌上 可以說是家裡面的一個小霸王